王健林狗屎 他没什么时候从大连走了 他得罪了薄熙来 他跟他投不投资 他有啥关系呢 他要去换一个教练的时候 他换职尚兵 想让徐根宝来 那王健林 叹边时的三点钟 在安达国际的新闻发布会 被叫停 赶快跑到办公室 敲完薄熙来的门 薄熙来的都是骂人 我操你们王健林 曼达是你的吗 对吧 就取消新闻发布会 徐根宝回上海 吃上冰接着带 是吧 那徐根宝没批用 来了还以为还先找 李明 徐红 你看看 这就是中国 所有你们看见的假象 像徐根宝什么 严实 是吧 对吧 清醒教父 哎呀我我我很严厉 治军严格 都不扯淡 这个孙子是最大的 像共产党一样勾兑的 没脸没皮的 没有任何底线 和这样的准则的 对吧 做一个主教练 能那么没事请 队员吃饭吗 拉关系 拉关系吗 先去大连 先找徐红利明 跟他们那 他找不到我 因为他知道 他找我狗屁 我他妈的连理他不理他 对吧 你什么那么滚蛋 对吧 他没办法 他找了 我告诉你 万达 是四个人最早 王建林不是那个 王建林是找 王培君 孙喜双 董确林 王建林 他们四个人一块做了这个 那么王培君什么 最早是跟他的是培君 那么当时 就徐根宝就找王培君 说培君你得请 跟海东说说支持我工作什么 培君请我吃饭 完了说 跟王让我找找你请你吃 支持他工作 他来 我说培君 我说我那么跟他 我说你们愿意找他当调理 是吧 我说 我 这不归我管 但是我告诉你 他的水平不咋地 以我来 我不承认他 但是我是对我的合同付资 我说你告诉他 跟他没关系 我说我是对曼达 对王建林 在这份合同 对你们的合同付资 至于说徐根宝的业务能力 我不认可 你就告诉他这个就完了 扯淡 这就是最后说 你们看见了真实的东西 浩海东是 讲的每一个字 每一句话 每一个事实 你去问徐根宝 问王培君 你问问这个徐根宝 他们有没有他请什么 徐红啊 什么李明啊 什么先去勾兑勾兑 先请人吃吃饭 有没有叫王培君 跟我说这话 是吧 你们就知道这个 所有的事实 到了最后 王建林 离开大便 得罪薄熙来 为什么 是因为我根本没有市场 是吧 全是市长说了算 有啥市场 是吧 他说给你块地 你就能多盖点项目 不能你就滚蛋 我两天就把你抓起来 就这么简单 对吧 根本没有任何的 这个法律法规 我不告诉你 我连合作我都会找 我跟你王建林讲完 你就给我钱就完了 给我买 北京的别墅就完了 是吧 当时 9596 对吧 9697 就能这样 为什么 因为没有法律 没有合同 没有任何的规矩 规律 所以这是最可怕的 对不对 嗯 嗯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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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